每年三月是流苏花盛开的季节 今年因为气温较低 十分游客中心的流苏花 最近才悄悄的绽放直头 细小雪白的花瓣在微风中 有着淡淡的青山 而今年的花旗预计开到4月底 每年三月是流苏花开的季节 所以现在来到平溪十分地区 就可以看到许多流苏花盛开 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 十分游客中心邀请喜好悠游赏景的民众 左访平溪 记得带着相机拍下流苏花开 将绿叶点缀一片三月雪 每年的三月初到三月底 是流苏花的花季 我们元期总共有47株 大小株的流苏花 如果都盛开是非常壮观 在不可能下雪的时分 驻逐在青丝沉雪的流苏树下 感受流苏花瓣片片飘落 将满地绿草照上一层白雪 享受这人生难得的浪漫 流苏花是台湾原生植物 因为花开素雅 如少女服饰上的流苏细碎而得名 是非常珍贵的濒临绝种物种 这个流苏花 觉得怎么样 很特别很漂亮 而且又是白色的很漂亮 因为流苏其实比较少见 因为它生长很慢 然后它太热也不行 太冷也不行 刚好适合平息这种恒温的天气 那在盛开的时候 刚快成熟的时候 它其实它会像下雪一样子 我们的地上都是绿地嘛 它就很漂亮 时分游客中心表示 细小雪白的花瓣在微风中 轻松淡淡的清香 十分迷人 这里的流苏树共有47棵 最高有6到8尺 约两层楼高 今年的花旗预计开到4月底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来山区踏青赏花 介纯维 平息 采访报导